1月2日 股价委屈到爆炸之外资连续6天买鸿海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前几天我看到投信每天买超鸿海1000多张 那时我就觉得不寻常 一定就是有ETF在偷买鸿海 经过我比对后 发掘凯基优选高股息30ETF00915 持有鸿海3000多张 结果今天ETF发行商就发公告了 凯基优选高股息30ETF00915 追踪的特选台湾上市上桂多因此 优选高股息30指数来说 这次成分股纳入14档包括 大成、统一、大成钢、长荣钢、鸿海、维新、美绿、中信金、汉宇博、中美金、合金、台表科、化汉、至上 累计到今天 00915合计买了鸿海5670张 今天投信买超鸿海3206张 很明显就不止00915一家ETF买 我调查后发掘大华优利高田息30 00918增加手上鸿海持股 11月底时00918仅有1156张 今天我去查有3760张 这样12月有4家高股息ETF新增持有鸿海 1月第一个交易日又多了一家高股息ETF持有鸿海 我说过 代工厂的股价都涨半天了 股利率都比鸿海低 这些高股息总不能名字取高股息 然后再去买股利率仅有2到3%的代工股吧 如果鸿海股价一直在105元 那股利率还是有5% 越来越多高股息ETF买鸿海 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些高股息ETF买了鸿海后 股票至少会被锁到ETF投资组合中一季 这就意味着高股息ETF持续地把鸿海中 三星二亿级偏空的筹码埋走 剩下的就是顽固者 股价自然就容易上涨 这时会有人说 外资群似乎也连续6个交易日买超了 过去一年中 外资群从没有连续6个交易日买超 最多就是5个交易日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问大家一句话 国内ETF为什么会买鸿海呢 原因很好理解吗 就是找不到别的公司有这样的股利率 既然国内的ETF买了鸿海 那国外的基金及ETF 我就不信他们能挑到别的公司能买 以代工厂来说 广达 伟创 人保 和硕 光宝科 英涅达等个股 股利率都因为股价上涨而大幅降低 这些代工厂之前因为把获利的7到8成配出 所以股利率才比鸿海高 现在就算他们配出获利的7到8成 股利率还比鸿海低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鸿海是把赚到的仅配出5成多 这样股利率都比那些代工厂高 这样国内及国外的ETF还不买鸿海 我真的也是不懂他们的规则怎么定的 所以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高股息ETF买鸿海 国外的ETF及基金也会买 当高股息ETF买了后 股价就容易上涨 这时指数型ETF因为鸿海的股价变高 权重变大 也会逼着指数型ETF增持鸿海 当鸿海股价上涨时 就会吸引一些跟风的ETF 反正什么电动车 ESG 公司治理 关键半导体等 鸿海其实都能和这些主题沾上边 所以这些跟风的ETF来买鸿海也不奇怪 当很多国内外ETF买了鸿海后 股价就会一直上涨 这时ETF就会越买 股价越涨 之后散户就会开始受不了进来追 然后股价就越涨 ETF及高股息ETF看到鸿海股价上涨 又会再增加持股 股价就越是上涨 这就是ETF助涨的威力 之前广达 伟创 英涅达 光宝科 红旗 华硕 还有一大堆成长股都是这样被炒上去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奇怪 之前很多投资者一直说鸿海股价都不涨 觉得是不是有问题 其实就是没有搭上ETF助涨的风潮 现在这风潮似乎启动了 有一些散户还是习惯鸿海涨到106.5元就会跌下去 确实之前一个月 一季 半年 一年 甚至是三年都是如此 这一次是不是如此呢 根据统计来说 理论上也是涨上去后会再跌下来几率很大 所以散户选择逢高就卖 正确的几率9成以上 不过这就是没有把ETF助涨的因素考虑进去 去年12月有4家ETF买鸿海 今年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又有一家新增鸿海 接下来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高股息ETF增持鸿海 大家就看下去 如果ETF不持续买鸿海 那这一次又会是逢高卖出的散户胜利 我也恭喜这些逢高卖出的散户 毕竟他们也是拿着鸿海股价会喷出的风险去赚几毛的差价 赚到了后 也是有冒风险的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 股价委屈到爆炸之外资连续6天买鸿海 2. 苹果受益鸿海关键零件值供应度 3. 当股票落在散户手上时 股价一剧烈波动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10.47亿 投信买超台股2.81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44.48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31.2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717口 期货留仓空单17429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5959口 今天台股成交2955.99亿 上涨77.05点 涨幅0.43% 收在17853.76点 电子上涨6.98点 涨幅0.78% 收在888.3点 金融上涨2.97点 涨幅0.17% 收在1722.5点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3454张 第二名的是玉山 买了1768张 第三名的是凯基 买了1370张 买第四名的是富邦 买了1321张 第五名是瑞银 买了1031张 买第一名的摩根大通 买了807张 买第二名的是富邦南屯 买了632张 买第三名的是美商高盛 买了540张 买第四名是群艺东门 卖了451张 卖第五名的是赵丰鹿港 卖了319张 今天三大法人联手买超红海8892张 股价上涨0.5元 收在105元 成交量20111张 外资群买超5616张 投信买超3206张 自营商买超70张 我说过 一买一卖成交易 今天三大法人联手买超8892张 这一定就是散户卖的 之前我就有和大家说过 很多散户中了锚定效应 红海股价越是往上 卖出来的散户会越多 现在红海连茶税的起跌点都还没有涨回来 但红海股价在近两个多月中 最低盘中来到94元 虽然最终收在94.5元 红海的股价也在96到98元附近整理了10个交易日 所以这个价格就成为散户新的锚点 很多散户就是赔钱能报永远 解套马上卖 当初红海股价在105元时他敢卖 但跌到94.5元再涨到105元 这样散户就想要卖 这是很多散户普遍会有的人性弱点 所以一些散户会卖 我也不会觉得惊讶 毕竟他们仅是正常人 你和他们说红海 逛达 伪创 人报 何说相比 红海竞争力最强 规模最大 获利最稳定 股价净值比还在一倍以下 但他们也不会管你基本面及产业面 他们已经被股价锚定住了 很多散户会觉得 卖在105元 之后跌回100.5元再来买就行了 但我之前就说过 从12月15日开始 高股息ETF开始买红海 6个交易日买了5万张 这些股票至少有一季 不会出现在股票市场中 高股息ETF买完后 换外资群连买6个交易日 买了32,821张 昨天我说过 外资群近一年下来 从没有连续买超红海6个交易日的 大家要去想一下 为什么忽然外资群 要连续买6个交易日 近4个交易日 投信又买了6546张 这又是一些ETF 及高股息ETF买的 上星期三天应该是 凯基的00915买的 今天的3000多张 还不知道是谁买的 我就和大家说了 有三家高股息ETF选中红海 代表红海股价一定是很委屈 股价很甜美 既然高股息ETF会选到红海 只要判断高股息的准则差不多 别间高股息ETF自然也会买红海 结果就出现第四间国内ETF买红海 今天可能是第五间买红海 那国内高股息判断的标准 难道会和国外的基金及ETF不同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一些被动基金会选到红海来买超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毕竟ETF规模变大 经理人不可能再去买股价净值比2.69倍的伪创 股价净值比4.77倍的广达 高股息ETF经理人 如果拿新进来的资金去买股价净值比很高的个股 那未来报酬率会低到非常的夸张 红海的股利率目前一定是代工厂中最高的 之前因为红海赚10元只会配出一半 剩下的一半要留在公司中继续发展 别的代工厂因为规模无法继续变大 订单都被红海抢了 所以就只能维持一样水准的营收 自然就要把大部分的获利都配出来 结果这样成了高股息 红海是配出一半而已 这样股利率都比其他代工厂配出7到8成获利高 我是不懂高股息ETF不买红海 不然要买哪间 今天买红海3000多张的是00915及00918两家ETF 红海今天股价涨到105元 占商约限102.5元 即限101.4元 半年限104.35元 年限104.18元 接下来就是挑战三年限的106.58元 按照红海股价都在区间整理的习性 很多散户一定会在102.5到106.5元之间被洗掉 毕竟红海股价就是很容易涨了后下跌 散户和永峰哥一样 都觉得找到发财的密集 觉得这样能低买高卖好轻松 确实依据统计资料来说 红海股价就是涨到106元后会跌下去的几率很大 以红海的半年限级年限在104到104.5元来说 股价只要超过105元就是相对高了 这是一般散户透过统计得到的结果 但大家记得一件事 红海是一家每年能赚竞争金白银的公司 2021年赚10.05元 2022年赚10.21元 2023年前三季赚6.42元 近三年的净值已经从99.59元提升到107.13元了 如果一直使用统计的话 那你就是把一家公司看成数字 这样再判断公司价值及股价 很容易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大家看永峰哥这样每天赚钱 觉得风光无限 其实永峰哥成功一次能赚0.25元 成功四次能赚1元 一个月有22个交易日 就算都给你成功这样也才赚5.5元 近两个月通通都给永峰哥成功 了不起就是赚11元 当初如果永峰哥94元买到 现在红海股价105元了 差价也是赚了11元 重点是永峰哥有连续44个交易日都成功吗 当然就是没有 所以一副很忙的做法 不一定是能赚的比抱着不动得多 很多散户习惯赚差价 近一两年几乎都是成功低买及高卖 看到股价涨上来就卖 正确的几率近乎100% 会有人觉得这样可以赚比较多 也许你可以成功很多次 但一般这样玩的就是小打小闹 你不如想办法在红海价值区 多布局一些股票 存够张数 这样总是会有一次是涨真的 只要那一次出现 一次就是能赚到足以让你财富自由的资金 红海股价每月上涨0.5元 就会有一堆散户卖出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三大法人这一次是完真的 这些散户可能会在红海涨到150元进来放空 涨到500元再跌回300到400元之间回来加码买进 最终就是被长期套在300到400元 而每一次涨起来都没有卖的人 只要涨到500卖掉 接下来从此不再进来买 那一次就财富自由了 也不会被套在300到400元之间 大家看很多标股最后的情况 大部分的散户在一开始上涨时都是一直卖 伪创极广达就是这样 很多人在伪创涨到30元时就卖掉了 这就和散户在红海涨到107元卖掉意思是一样的 散户最终是在93元到107元买回伪创 这就是差不多红海股价300到330元 当初有人说散户最后会被套在93元到107元 我想打死很多人 很多人都不信 毕竟伪创长期下来就是在26元到30元之间整理 别说是93元了 涨到40元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最后伪创的股东中 就有一半是买在93到107元 他们还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很委屈 还能一直加码 这就是散户的杯哥 真正值得买时 他们赚几毛 几元就卖 股价在疯狂时 他们会看之前的毛点 然后觉得自己买到赚到 最终在股市大幅修正时才在纳受重伤 新闻说 印度媒体报道 苹果扩大印度制造能量 受益鸿海集团零组件职工印度 镜头模组先行 由鸿海旗下镜头模组厂信扬控股打前锋 出货iPhone镜头模组到印度 并协助到印度建立iPhone零组件供应链 外界解读 随着印度关键零组件来源更加完备 有助提升鸿海在印度市场接单能力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苹果已经与零组件供应商洽谈 包括印度本土的EGES与信扬控股两家公司 出货iPhone零组件到印度市场 并协助建立印度当地的iPhone零组件供应链 据了解 iPhone前镜头模组主要由南韩LG以及高尾电子供货 至于后镜头模组以日本夏普 LG以及鸿海为主 一般预料 鸿海集团率先在印度布局镜头模组供货能量 可能排挤日本与南韩镜头模组厂后续接单 掀起新一波订单洗牌效应 消息人士透露 苹果正位鸿海和硕等印度代工合作伙伴 寻觅来自印度当地 日本、南韩或是台湾的关键零组件供应商 因印度政府推延批准既有供应商进口iPhone、iPad所需的电池、相机镜头、充电器等关键零组件 而这些供应商多来自中国大陆 新阳控股是鸿海100%全资子公司 主要业务为摄像头模组研发、制造和销售 目前在大陆深圳、靖城、佛山、台湾台中、墨西哥均设有研发团队与生产据点 并于台湾成立研发中心 据出货高度弹性 除了镜头模组之外 外电报道 苹果希望今年下半年推出的iPhone16新机电池在印度生产 这是苹果要分散全球供应链 并将制造业务签出中国大陆相关行动一环 英国金融时报 FT 报道 根据两位接近苹果的人士透露 苹果已告知零组件供应商 倾向为iPhone16采购生产自印度工厂的电池 大陆德塞等电池制造业者已被鼓励在印度建新厂 至于台湾电池供应商新普则被要求在印度扩产 以便满足未来的订单 一位接近苹果的人士说 如果iPhone16的电池供应一切顺利 苹果计划将更多iPhone电池生产转到印度 鸿海旗下信扬控股持续扩大出货iPhone镜头模组 由于零组件毛利率远高于组装 外界预期 对提升鸿海集团毛利率有加分效果 鸿海营收主要分为消费智能产品 例如iPhone 云端网路产品 例如AI伺服器 电脑终端产品 例如MacBook 原件其他产品 例如镜头模组等四大类 鸿海董事长刘阳伟先前表示 鸿海集团相关原件和其他部门营收规模于兆元 营收占比15% 成长新动能包括升学原件 半导体原件 软体等 传统机构建和光学模组等 也将随市场趋势成长 刘阳伟预期 上季在消费智能产品强劲成长带动下 营收将明显激增 不过 因为2023年总体环境不佳 因此上季营收将年减 2023年全年营收维持略低于2022年看法 但2023年毛利率略优于2022年 A大回答 鸿海持续地布局全球产能 印度 越南 墨西哥 美国 台湾都持续地在投资 记得在疫情发生之前 那时鸿海就有意要分散产能到全世界 这样就能达到分散风险 结果疫情前两年中 疫情在中国是管控的最好 全球制造业都在停工及不顺情况下 就只有中国制造业最正常 这就使得外资企业 台商及鸿海在中国产能不减反升 到了2022年时 全球都在解封了 结果仅剩中国还在严格的动态清零 COVID 19到了2022年时 就是轻震及无震的比较多 但传播的力道极强 中国想要复制2020及2021年成功的经验 结果让全世界的品牌厂吓死了 中国一意孤行的动态清零 把很多制造业及品牌业搞到苦不堪言 连鸿海这种竞争力一流的公司 在2022年都出现了疫情防控失败 郑州员工出走级暴动 到了2022年底中国解封 但品牌厂 代工厂 台商 鸿海下都吓死了 就开始分散一些产能到 印度 越南 墨西哥 美国 台湾等国家 这时就会有一些中国的农场短视频 在那说中国彻底完蛋 说中国大失业 其实在很多品牌厂 制造业 外资企业 台商 鸿海分散产能到全世界情况下 中国一定是会出现失业人潮的 这也没啥好说的 尤其中国人又要拿2020到2021年全胜石其比 这样落差一定就是更大 在2020到2021年时 几乎就只有中国制造最顺利 那时给中国的薪水要多高有多高 疫情时中国的劳工又在那拿撬 这就造成了成本增加 品牌厂及代工厂如果发觉中国制造成本过高 自然就是要分散风险 一来是政治风险 二来是员工薪资也太高了 当很多外资企业 台商 鸿海车一些产能到全世界时 中国因为供需法则的缘故 员工薪资又回到相对合理的水准 也就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薪资 企业就是这样 中国的员工薪资如果太高 这就会增加成本 最终一定就是会反应到产品上 当产品太贵 消费者就不会买单 这样销售就会变差 所以一些产能到印度 越南 墨西哥 美国 台湾后 中国劳工的薪资降下来 那制造业在中国竞争力就更强一些 中国还是世界的制造工厂 短时间不容易被取代 尤其是一些外资企业 台商 红海分散产能到全球后 中国的薪资成本降低 竞争力又回来了 所以中国也不可能完蛋 一些农场短视频看一看 笑一笑就行了 红海最大的制造基地还是在中国 不过最近确实是有分散一些产能到全球各地 这样做也不错 不然一些投资人常常在那中国要没收红海了 红海要倒闭了 红色供应链要打败红海了 一些搞笑的话 就是因为红海大部分产能在中国 红海的产能本来有7成在中国 2023年比较大动作的分散风险 可能会降到6成左右 今天伪创股价下跌4.9元 跌幅4.96% 伪创的月限93.52元 即限95.3元 半年限107.1元 广达今天股价下跌10.5元 跌幅4.67% 广达的月限207.6元 即限210.23元 半年限220.4元 之前我就说过 未创近半年下来有十几万个人买进 成本就是在月限 即限 半年限 这十几万个人占委创总股东人数将近一半 这么多散户的成本在93到107元 自然股价就容易在这区间整理 以上星期五来说 股价收在98.6元 占上了月限93.5元 及即限95.3元 这代表近一个月 近一季进到尾创中的人平均是赚钱了 当台股要接近1万8时 就会有一些散户觉得高点到了 要先跑一趟 看到台股下跌时 他们就会想要保住自己的获利 毕竟得到后再失去 痛苦是三倍 这就使得当冲客 短线客能在里面上下其手 直到散户看到跌破自己的成本会止损 或是趁着自己还有小赚一点会卖 主力就会故意的先卖后买 这样就能赚到差价 求的就是让散户能在波动过程中人才人 今天伪创股价跌到93.7元 跌到了月限左右 今天应该会把很多买在月限及即限的人洗出去 不过大家记得一件事 在伪创这价格被洗出去不是什么坏事 不过散户很有趣 如果你觉得伪创有这个价值 你会在月限 季限 半年限买进 那你就不该看到股价波动时买来卖去 今天广达的情况也很相似 上星期五广达收在225元 占上了月限的207.6元 季限的210.23元 半年限的220.4元 今天广达收在214元 跌破了半年限 还占上月限及季限上 之前我说过 广达近半年中有多8万多个股东 这些人占了广达总股东的3到4成 上星期五广达占上季限后 近半年近来买到的都小赚一些了 今天看到伪创大跌 很多散户也是担心得到后再失去 所以也会跟着杀 这就是我和大家说的 当你买到这么高股价净值比的公司 最后留给你的就仅剩风险 记得一件事 目前台股指数还在17853点 算是高点 你买到估值这么高的公司 未来只要股市一修正 你根本就没有抱住的底气 今天人保下跌0.3元 跌幅0.75元 人保月限34.88元 即限31.56元 半年限31.63元 人保今天股价收在39.55元 核硕今天上涨0.1元 涨幅0.11% 核硕月限84.86元 即限80.6元 半年限78.75元 核硕今天股价收在87.4元 昨天我有列出电子代工厂的股价净值比 红海净值107.13元 股价104.5元 股价和净值之间差2.63元 股价净值比0.98倍 是代工厂中最低的 人保净值27.82元 股价39.85元 股价和净值之间差12.03元 股价净值比1.43倍 广达净值47.08元 股价224.5元 股价和净值之间差177.4元 股价净值比4.77倍 伪创净值36.63元 股价98.6元 股价和净值之间差61.97元 股价净值比2.69倍 核硕净值71.91元 股价87元 股价和净值之间差15.39元 股价净值比1.21倍 很明显人保及核硕的股价净值比没有伪创极广达高 而且人保及核硕的月线 季线及半年线都在股价下面很多 所以吸引不了什么散户 目前都还是三大法人在吸引散户阶段 既然股价净值比相对低 短线套牢的散户也不多 自然股价就不容易被散户卖下来 代工厂的中的广达及伪创的股价净值比已经被锚定在4.77倍及2.69倍 现在投资者当然就是会去选择股价净值比相对低的 人保 核硕及红海 人保净值比1.43倍 核硕1.21倍 红海0.98倍 接下来资金汇往这三间靠也是正常的 市场现在在潮AI电脑及笔电 大部分人会觉得就是人保及核硕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反正就是找个题材让所有带工厂的净值比一起提升而已 净值比越低的个股 代表投资人买到长期报酬率比较好 资金汇往净值比低的公司靠也是正常的 记得一件事 股市会上涨也会下跌 一些股价涨到疯狂的公司 在大多头时看起来是比较凶猛没有错 但你要记得一件事 未来在股市修正时 股价在疯狂区的也是会跌比较凶 想要进可攻 退可守的话 就要选股价还在价值区及股价净值比相对低的个股投资 昨天把电子代工厂的股价净值比列出来 之前代工厂被市场看衰 股价净值比都很低 加上人保 合硕 伟创 广达又把赚到的获利配出7到8成 使得广达 伟创 人保及合硕的股利率都有6到7% 这时就被很多ETF及高股息ETF买到库存中 随着越来越多ETF及高股息ETF买了伟创及广达后 筹码就都被ETF及高股息ETF索码 三大法人看有戏 就进去炒作这些个股 也就是趁着AI伺服器的题材 大家应该也是有看到 AI伺服器到目前为止为伟创及广达的获利情况 基本上就是仅增加一点点 当初市场看衰红海 觉得红海AI伺服器占营收不大 结果红海获利增加的幅度和伟创 广达也差不了多少 随着广达及伟创的股价净值比太高 三大法人也出完货了 接着就是去AI电脑及笔电 顺势就去炒人保及核硕 这两家的股利率就是比伟创及广达高 目前AI电脑及笔电还在炒作的阶段 还没有到疯狂价 大家应该也有开始注意到红海了 毕竟红海云端网络营收占22% 电脑终端产品占18% 已经有四成和AI伺服器及AI电脑 笔电相关了 未来市场炒完人保及核硕后 这时所有的代工厂股价净值比都两倍到三倍 甚至还有四倍的 总不可能竞争力最好的龙头 也就是红海股价净值比还在一倍吧 我推测有可能在推AI手机时 可能就会炒作红海了 毕竟红海的消费智能产品营收占54% 这类别中就是手机 当市场在炒AI手机时 红海94%的营收都和市场炒的AI题材相关了 就没有占营收太少的问题 加上红海本来股本大 市值高 一定就是需要有真正的获利出来时 资金才会进到红海中 现在AI伺服已经有让红海的获利稍微提升了 接下来AI电脑 笔电再出来 会再把获利叠加上去 之后炒作AI手机题材时 这时红海就有获利 有题材 自然就能吸引实实在在的资金进驻红海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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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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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失敲 拜拜